Hello 大家好 莎姐 剛才聽完閃師傅說的一個主題 其實我喜歡聽陳振威律大律師 好笑一點 閃師傅呢 我不是謀殺閃師傅 我只是覺得閃師傅說的很對 但她說的時候 甩咳程度令我有時候覺得聽得辛苦 這個可能 正如大家覺得莎姐說話可能太快太細聲 這個是一樣的 純粹是我個人的 其實我覺得閃師傅的內容真的很好 她說了 林鄭 又是那句糾病 林鄭其實是不是大律師那一系列 就是天真鵝 我不知道 但我經常都覺得林鄭是怕事 不做事 她是真的想社會和諧 不是你說不停地按著某一把聲音 不停地按著某一把 就是按著某些頑固的 按著乖的 要逼一些乖的聽話 那就以為是OK了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覺得如果你想社會能夠是和諧的 其實是很難的 這個事實是很難 你怎樣養魚紅獎 怎樣去兼得呢 但我覺得至少你做到公平 大家沒有聲音出 可能會容易一點 因為很難的 我想要的東西和有錢人想要的東西是不同 大家根本就不清楚 正如很多高官都說 什麼要做事的嗎 下雨有街道 下雨的人要上班的嗎 不是 下雨在街道沒有地方吃的嗎 什麼有人在街道吃的嗎 什麼有人還不是home office的嗎 大家面對的生活是不同 所以你說要做到每一個人都OK 其實是難的 但至少做到每一個人都相對地公平 我自己覺得大陸的法制 未必是差的 大家看到現在這樣的法官 我都覺得可能大陸會好一點 因為大陸會用那個是憲法制 就不是用那個common law 就不是用之前的管理 所以他總之你犯了這個事 我就用這個法例去懲罰你 就好像填充一樣 你犯了這個事 我就用這個法例了 如果我犯了這個事 暫時沒有法例去監管 那就唯有放你 但是放你 我就立法去修補這個法律漏洞 美國和中國都是類似這樣的 他們都是行憲法制的 如果沒有理解錯 你知道薩姐都沒有讀書了很多年 就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但是 你說林鄭月娥說 修補社會獵鳳 我想不只是修補香港社會獵鳳 我們都要修補我們和內地同胞的情感獵鳳 我覺得有時候內地同胞提出的東西 不是錯的 真的不是錯 香港每次都有特權 真的 不內地同胞要交稅 交稅可能會在軍備各方面 而香港同胞是不需要的 但是我們又擁有解放軍 據說有一隊解放軍是很厲害的 擁有一隊高規格的解放軍 而我們抖擂也不用的 好了 檢測 你想想他們做檢測 除了武漢 但是一般市民做檢測 好像是要錢的 不是一個等都不用 當然是可以很便宜地做檢測 由幾十元至百零元不等 都是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但是你想想 他們是自己去那個地方檢測給錢 而香港 出一句聲 馬上有隊廣東 現在好像有三百多人來到香港幫忙 阿公全包了 就是我們內地同胞的稅務 對他們其實是不公平的 你問我 傻姐都是這樣說的 我雖然是既得利益者 因為是基於他們的幫忙 所以我是既得利益者 免費做檢測 但是 憑良心說 對他們真的不公平 他們交這麼多稅 他們所有福利 不只是給他們 我們還在搶他們的福利 還在搶他們的資源 而我們是一個斗領都沒有 但是有時候不要緊 忍心欲重 大家同胞 不計較得這麼多 但是問題是 你香港這群混蛋說出些什麼 人家廣州那條先兼部隊 下來香港 那群賤人就在人家酒店樓下去 看到叫人家走 都不是歡迎他們 如果你說他們來到香港 有人在酒店下面歡迎他們 當然沒有問題 是去人 叫人爛 而這批廣東隊 他們基於責任 基於外也好 基於同胞的道義也好 都要硬留下 顏面何全 是嗎 他們當然知道 這批這樣去他們的人 是少數 他們國家派他們下來 他們要完成任務 但是 人心欲造 都是難受的 我離鄉別井 雖然說廣州近 廣東近 我離鄉別井 在這裏 和你們瘋 不見家人一段時間 回到去 幾個星期沒見到 我還要接受這些待遇 可能回到去 他的家人或者親戚朋友不知道 他們說香港人是這樣的 你這樣也幫他 你想想他多難受 所以我覺得有一件事 我們要修補裂縫 不只是香港這邊 也要修補內地和香港同胞 內地和香港同胞 當然我希望自己都能做到這件事 但問題是 我只是一個小小的Youtuber 只是一個小小的Youtuber 但我自己覺得 希望真是 那些叫做DOWN的Youtuber 不要經常就是講政治 有時候 不要經常說 我什麼 我是中國人 我只要內地同胞去支持自己 我想我們自己作為 我不是公眾人物 我自己都覺得 但我始終想的樣子都算是半公眾 我覺得 都有一個道義或者是責任 要跟大家說 不只是叫大家認中國人 我們都需要去 互相 即是跟內地同胞去互相了解 又或者是 增加多一點點 大家對國家的認識 又或者是 互相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大家 有些人說 哎呀呀呀呀 大陸人又在這裏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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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行為 是惹人非裔的 這個事實 但我自己覺得 你要看回整套package 會做這些事的人 是什麽呢 他們可能是一些 突然有錢的 比較北的地方 突然有錢的 步伐 他們未知道 所謂的規矩 因為大家知道 香港的全民教育 已經很多年了 至少有四十幾年五十年 香港的全民教育 已經有四十幾五十年 即使這裏 這麼大年紀都好 我都起碼有九年免費教育 是必然的 但中國是十四億人口 他很多地方 教育是未到的 而且他近這十年 二十年才起得特別快 所以有些窮困的地方 他可能只是識字 但未至於去到教育的培訓 未至於去到全民教育 可能有些人 他突然賣了土地 有一筆錢 來香港旅遊 所以他未知道 很多事都未知道 未熟悉 他未用回自己 在鄉下那一套 但是你問 究竟 中共是否沒有改變過 不是 有的 大家是沒有去留心 對於一些飛機乘客 開出口緊急門 對於一些乘客 內地乘客 在機場殺人 去到外國發瘋 大家只看到 他們說 這些人去到外國 什麼什麼 但你沒有看到 國家對他們是有情緻的 是想法分明的 而國家對他們的情緻 不是小事 他對於這些所謂 在國外不文明 國外不文明的行為 是嚴重的 嚴重的 以後不能出國 即是說他只能在國內玩 以後不能坐飛機 以後不能坐飛機 所以 我覺得香港人 不要只看國家 那些 那些 你要想想 香港都有 就算是香港土生組長 你以為他有受過教育嗎 沒有 打砸搶西那些是什麼教育 一個麻煩 阻礙人家吃飯 在美心打砸搶西 阻礙人家 趕走食客 人家做生意 所以 他們說要霸市 在門口怎樣 這些是香港 這些都是內地的不文明行為 但你不覺得是 因為你覺得自己的孤獨 是你覺得 在全世界上覺得 這些是野蠻的行為 但香港政府有沒有做過懲罰 沒有 有沒有做過教育 沒有 那 為什麼你可以容忍 那些 這樣的人 做這些事情就沒事 內地的人 做這些事情就有事 我想 要大家去互相認識 也都 你們經常說的 什麼公平 啊 自由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而 所有的不文明行為 就屈了內地人 就屈了內地同胞 究竟是不是真的事實呢 我覺得大家是真的需要去客觀去看清楚 每一個地方都有些衰的人 正如你去意大利 你被人撻荷包 你覺得沒事的 那些鬼仔撻你荷包 沒有東西的 搶你荷包 沒有東西的 因為英俊 那些鬼仔 我想 這個是比例問題 在 700萬人 如果香港是有1% 700萬人之中有1% 可能1萬人會犯一些很離譜的事情 那 倒轉14億人口 1% 1%14億 就會有14萬人出來 那是不是 感覺上會多些呢 其實同樣是1% 就是人口比例 但是 所以你感覺上是多些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看清楚 正視那個事實 而不是只拿著一個半個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其實真的回到內地 不要說一線城市北京 上海這些 那些 就算我們廣州 都乾淨了很多 都很乾淨 那我那邊還是廣州近郊 都乾淨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是認清楚 你在廣州都是不會見到有人到處 是你們自己的千真幻想 那 大家看清楚 只要唯有這樣 大家自己真是用心去看 不要只看別人報章報給你 那些真是用心去看那件事 這次就講到這裏 好 拜拜